新闻的一开始来关注我国疫情的最新进展 那我国的累计确诊病例在昨天突破10万大关之后 来到今天继续新增1247宗的病例 同时有1441名的病患康复出院 另外三人不幸病逝 至于各州属新增病例当中呢 雪兰娥是排在全国第一新增了461宗 接着下来是沙巴新增了225宗 荣佛新增205宗确诊病例 以及吉隆坡新增140宗的确诊 我国在今年9月爆发第三波疫情之后 病例是快速增加 而其中大部分都和变种病毒有关 而这个资讯是卫生总监诺西山 他今天在面子书的贴文当中所透露的 他还说在第三波疫情当中 有多达85%的病例出现了A701V变种病毒 这类病毒具有更强大的传染力 至于早前传出的D614G变种病毒 则是出现在所有的病例身上 如今这两种变种病毒 在第三波的疫情当中同时蔓延 竟然导致我国近期的确诊病例急速增加 诺西山表示A701V变种病毒一开始 是从沙巴拿堵城墙感染群当中所发现 病毒接着就扩散到沙巴的其他地区和西马半岛 由于大多数的感染群出现了病毒突变的迹象 因此未来不排除会有其他更强的变种病毒出现 另一方面目前在英国所出现的B117变种病毒 还没有在我国出现 而政府各个单位将会持续监督 避免我国失守 虽然新冠疫情令人担忧 但是只要进行治疗 患者还是可以康复的 恢复正常的生活 而今天是圣诞节 我们的姐妹台Ashel Arwani 就实地采访了沙巴豆腐 一户曾经感染过新冠肺炎的家庭 看看他们在康复之后 如何来度过圣诞佳节 眼前这户家庭的圣诞节 门户开放活动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主人家在沙巴豆腐成为疫情红虚时 经历了感染新冠肺炎的噩梦 如今已经康复出院 恢复正常生活的他们 在佳节迎接客人时 防疫方面是一点都不马虎 做足防疫措施 保障自己也保护别人 更让这家人感到欣慰的是 即使曾经感染新冠病毒 邻居并没有因此刻意远离他们 在圣诞节的这一天 大家依然会上门拜访 一起谈笑风声 虽然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才会过去 但是大家展现了相互理解和包容的灵力精神 让疫情下的圣诞节显得更有意义 比如说明星期 fasting 除了最后一天 未经许相对于 每个人没听到监制 除了眼督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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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